TVB年度重头戏,在创世纪要到下周才会在TVB正式开播,不过目前已经在内的网络平台播出了二十集,在最终见到了久违的钟嘉欣,尽管只是以客专的形式演出,但是他还是很轻易的抢了其他演员的风头,引起了大众的讨论。 其实此中嘉欣结婚,并上了第一台之后,很多观众都期待他修整了之后,能够重出江湖再拍戏,之前他也表示过还是有戏影,且表示有机会会拍剧,结果客串了在创世纪之后,他又欢上了二台,观众对他付出的期望自然就破灭了,如今唯有等他安顿好这个二台,看看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重出江湖。 而在今天九月六日,钟嘉欣在社交平台上,正式对外公布他的第二个宝宝,已经出世。 他写道,欢迎来到我们的家庭,我们爱你,分享了做再次做母亲的心情。 钟嘉欣表示,这一次生第二个宝宝采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式,即没有选择去医院,而是留在家中自然分敏。 他在生茶前找了一群很专业的助产士,从中学习自然分敏的技巧,而在他们的帮助以及自己的努力之下,最终顺利平安的在家中扮下一名男婴。 他表示这是他一辈子,最难忘的经历之一,而钟嘉欣的儿子一出生,他与丈夫就已经为儿子取好了英文名,叫做Jarred Anthony Loom。 在他公布喜讯同时一刷出了儿子的照片,照片中的Jarred Anthony脸人鼻子大,像足了他的丈夫,而不少网友看了照片后都表示钟嘉欣的儿子像丈夫,更有网友将当年钟嘉欣才出生的女儿与儿子一起比较,了解地看起来还真是很相似。 就连钟嘉欣也表示自己家人在比对照片之后,都觉得他生了一堆龙俯胎,而从钟嘉欣公开的儿子照片来看,他的儿子也已经出生一段时间,如果早前媒体的推断准确,那么这个儿子应该就是八月底出生。 自从今年三月钟嘉欣对外公布怀孕的消息之后,大家一路以来都很关注他的健康与动态,如今他洗的铃耳,自然大家都替他感到开心,而在祝福他之余,更希望他能早日付出拍剧。 讲真,在在创世纪中看到钟嘉欣的演出真是毫不过瘾,不管怎么说,钟嘉欣的人生现实已经很完美了,除了有一个疼爱他的丈夫,又有一对子女,凑出了一个大写家租的好字,祝福钟嘉欣。